好想听圣经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 不敬前的人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 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 头虽顶到云中 他终必灭亡 像自己的粪一样 素来见他的人要说 他在哪里呢 他必飞去如梦 不再寻见 素被赶去 如夜间的异象 亲眼见过他的 必不再见他 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 他的人女要求穷人的恩 他的手要赔还不义之财 他的骨头虽然有青年之力 却要和他一同躺卧在尘土中 他口内虽以恶为甘甜 藏在舌头底下 爱恋不舍 含在口中 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 在他里面成为毁蛇的恶毒 他团了财宝还要吐出 神要从他腹中掏出来 他必吸引毁蛇的毒气 腹蛇的舌头也必杀他 流奶与蜜之河 他不得再见 他劳碌得来的要赔还 不得享用 不能照所得的财或欢乐 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 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 他因贪而无厌 所喜悦的连一样也不能保守 其余的没有一样他不吞灭 所以他的服务不能长久 他在满足友谊的时候 比较狭窄的地步 凡受苦楚的人都必夹走在他身上 他正要充满度负的时候 神必将猛烈的愤怒降在他身上 正在他吃饭的时候 要将这愤怒像雨降在他身上 他要躲避铁器 同工的剑要将他射透 他把剑一抽就从他身上出来 发光的箭头从他胆中出来 有金黄淋在他身上 他的财宝归于黑暗 人所不吹的火要把他烧灭 要把他帐篷中所剩下的烧毁 天要显明他的罪孽 必要兴起攻击他 他的家产必然过去 神发怒的日子 他的货物都要消灭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 阿们 约伯记第21章 一老34节 约伯回答说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 就算是你们安慰我 请宽容我 我又要说话 说了以后 任凭你们吃笑吧 我岂是向人诉冤 为何不焦急呢 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 用手污口 我每逢思想 行就惊慌 浑身占尽 恶人为何存活 想大寿数 势力强盛呢 他们眼尽而酸 和他们一同监力 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据 成的账也不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 母牛下毒而不掉胎 他们打发小孩 随着琴鼓歌唱 用营销声欢喜 他们度日诸诗横通 转眼下入阴间 他们对神说 离开我们吧 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全能者是谁 我们何必侍奉他呢 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 看哪 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 恶人所蒙定的离我好远 恶人的灯何尝熄灭 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 向他们分散灾祸呢 他们何尝向风前的碎劫 如暴风刮去的康比呢 你们说 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 我说 不如本人受报 好使他亲自知道 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 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 他的岁月寂静 他还顾他本家吗 神祭审判那在高位的 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 有人致死身体强壮 尽得平静安逸 他的奶桶充满 他的骨髓滋润 有人致死心中痛苦 终身未尝福乐滋味 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 都被虫子遮盖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并无害我的计谋 你们说 霸者的房屋在哪里 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 你们请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 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 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 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 他所行的 有谁当面给他说明 他所做的 有谁报应他呢 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 并有人看守坟墓 他要以古中的土块为甘甜 在他以前去的武术 对他以后去的更多 你们对答的话中几都错妙 怎么突然安慰我呢 阿妹